一人 你要记住我说过的话 很多事情呢 不要冲动 好了 我知道了 天天那边我也不会再去呢 我会重新再找一份工作 我等着你 你还有脸回来 爸爸 你听我说啊 你怎么能打女儿呢 伯父 你怎么可以这么打她呢 我管叫女儿没你什么事 你给我走 你 你干吗 给我跪下 我从小是怎么叫你的 不错 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开放 可是我肖家龙的女儿 怎么可以随便跟一个男的出去 连晚上都不回来呢 爸爸 我是真心爱名人的 我不允许你爱你 上次就是听了你的话 上门去找他 可是现在发现 这个男的根本不值得你交往 爸爸 我知道 名人他是一个好人 我喜欢他 爸爸 你就让我去找他 让我们在一起吧 好不好 办不到 你干什么呀 你有话好好说吗 小静 来 起来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你看 你看 女儿就是让你给宠坏的 伯父 你别自怪小静 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要打要骂就冲我来吧 这是我们的家事 我告诉你 现在你马上给我出去 冰人 我不走 不担心你爸 我不走吧 你再不走 我真要揍了 快走 你打我吧 真心平为了 小静 您怎么打我都可以 冰人 你别再说了 冰人 冰人 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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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在他里面说话了 小静 小静 你打烧你了 我饶不了你 我告诉你 小静 小静 他里面说话 小静 我还是不放心 咱们还是去一趟医院吧 那 我真的没事 你这孩子 打在你的身上 却疼在妈的心里 你呀 一点都不体谅妈的痛苦 妈妈 我知道 你是最疼我的 我现在已经不疼了 真的 妈 你别怪爸爸 他也不是有意的 要是他真有意的 我一定跟他拼了 我一定跟他拼了 好了好了 都是我不好 小静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就先到楼上去休息一会儿 静 妈陪你到楼上歇一会儿吧 爸爸 名人他在这里 你答应我 不要为难他 伯父 我是真心的 您就放心把小静交给我吧 你答应我 不要为难他 我发誓 我这辈子会用自己的生命 去维护他 去爱他 永远都不离开他 只说 你要一辈子维护他 你打算了 要一辈子去爱他 那你保证 你寸步都不会离开小静的身边 明人 他爸爸这么问你是有原因的 在小静幼年的时候 我们俩为了盲生意挣钱 把小静留给了家里的保姆 没想到 那个保姆把他带到了一个废旧的工地 而那个废旧的工地正在炸旧房子 轰的一下 小静被吓了 哭不出声来 浑身发抖 晕了过去 等我们接到通知的时候 小静已经在医院不省人事 我们在他的病床房 整整守了七天七年 什么 七天七夜 医生说 他的心脏受了强烈的震荡 心率不沉 尤其是他的耳朵受损 所以他 原来是这样 这么感人 所以 他刚才才问你 我们寸步不离吗 你看 我们才离开一天的时间 我们的女儿就落得终身残疾 所以 我们对女儿不光是宠爱有加 我们更多的事 是在弥补我们的过错 不 妈妈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 你们去外地赚钱 那也是为了要养我 我只知道 等我醒来的时候 你们两个在医院里面陪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 你们陪了我七天七夜 妈 我听了好感动啊 我觉得 有你们 我已经很幸福了 小静 后来 你的耳朵慢慢地好了 能听到说话声了 可是 你却从此不能说话 也开不了口 姐 你可知道这二十年来 妈心里充满了内疚 充满了自责 妈 宁可自己遭遇这样的事情 我要我的孩子 健健康康的和正常与你一样 妈妈 我知道的 妈妈疼女儿 我当然知道的了 妈 你不要难过 我觉得 这样子很好啊 因为我不能说话 所以 名人他才那么喜欢我 才会那么爱我 名人 你说对不对 对 在我眼里 在我心里 小静永远是那么地完美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话 可是每次看你的眼神 我的心里就会觉得 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温暖 小静 你总是那么地善良 那么地善解人意 你是我从小到我大见过的 最好的年孩子 小静 我爱你 好啊 你 我拼了你了 你是第一个让我们夫妻感动的人 你是第一个让女儿真心爱上的男人 我没有理由再反对 也没有理由让我女儿 不嫁给一个他真心爱的男人 你 你 伯父 您说的是真的 您没有骗我 真的 我没有骗你 傻小子 好了 我 喜欢你 伯父 谢谢你 谢谢你 伯父 你 你用那么大力干什么呀 把我的手蹲也疼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心 小心 太好了 小心 现在看来这些试探都是彼得的 试探 啊 其实不是我不相信你 只是觉得 当初怀疑你是不是看中我们家的财产 所以想用这种方法 逼小静是不是舍得离开你 也想试探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们家女儿啊 所以啊 名人 对不起啊 不不不不 伯父 伯母 其实呢 我应该敢信你们才对 正因为有你们的试探 所以呢 才显得我和小静的爱情 写得那么的忠贞 谢谢你们 爸 妈 我不知道 你们这么爱我 你们这么的疼我 你们对我 这么用心良苦 爸爸 妈妈 我真的 好爱好爱你们呢 好了好了 这是喜事 干嘛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呢 来来来来 明人啊 我答应把小静嫁给你 但是我想跟你的妈妈好好谈谈 请她有空过来一趟 嗯 怎么了 怎么办 伯母 我家的事情 你也知道 那名人 你想怎么做啊 我想 这件事情能不能暂时缓一下 你跟小静求婚 我们都答应了 那么订婚 总要双方的父母在场吧 怎么定 如何操办 场地和钱都不是问题 但是重要的是 双方的父母坐下来好好商谈一下 明人 我爸爸妈妈他们说的对 不管怎么样 你都应该和你奶奶和妈妈把话说清楚 而且说真的 我这辈子 除了知道我妈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之外 就说你妈妈是最善良的了 怎么样